作詞・編曲 李宗盛 好,那我們這是第四組 然後這一次是Level 13 然後主題是 Little Justin Regression 然後先解釋一下這個Peper要做什麼 就是他發現就是老人跌倒的機率 就是老人跌倒會跟他疾病增加跟死亡率是有關的 所以他就想知道是什麼東西會影響老人跌倒這樣 那他考慮兩個字變數 那第一個是Gender 然後Gender是0跟1的一個變數 然後0跟1分別代表男生和女生的話 等一下第一題會再說這樣 然後第二個變數呢是ADL 然後它是記錄就是 它是一個指標然後是0到6的一個數字 然後會說明說你一整天的活動量這樣 然後異變數呢就是DFIL 然後就是有沒有跌倒是1 然後沒有跌倒的話是0這樣 然後老師我們就是有一個疑問 就是它那個每一筆資料的1跟0 所代表是你三個月有跌倒 還是說你兩個禮拜有跌倒就算一次1 這樣 那應該是只要有跌倒就算1 然後第一題就是第一個小問題是問說Gender去看它的Code的話 去代表說去看它1跟0分別是男生還是女生這樣 然後第二個小問題是說如果考慮Gender跟DFIL的關係 然後從Cross-Tibulation的角度跟Logaxy Regression的角度去看這樣 然後第三個小問題就是他們這兩個男的Sense有什麼樣的假設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Output 然後所以就會發現1指向F 然後0指向E 所以E代表是女性 然後0代表是男性這樣 那我們就從這裡看好了 就是如果看這條的話就會發現 女生跌倒機率是比較小的 這樣 然後它的Output是在這裡 對啊 所以就會發現說它就是XF PH1是Gender想差1的時候的那個Aus ratio的差嘛 然後所以Gender是 所以這0.3就代表說0的那個Gender是0跟Gender是1 所以1的話是0的0.3倍這樣 然後所以有剛剛那個女生比較不容易跌倒 女生是1,男生是0 那就是从第二角度是 cross-tabulation来看 然后可以发现说 它这个table的第二colum是 default等于0 然后第二colum才是default等于1 所以这个在算ux-ratial的时候 它会变成说 就是分子的部分是 你没有发生的情况 比上有发生的情况 那分母一样也是 没有发生的情况 比上有发生的情况 那这个算出来是3.306667 然后跟它的facial exact test 算出来的arts-ratial是很相近的 然后如果有logistic regression 算出来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beta1 就是代表说 你Gender相差一个单位 你的logarts的相差 所以两边加exponential 就可以算出它的arts-ratial 然后跟刚刚那个做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说 他们因为这是以default等于1 比上就是default等于0 然后这边是default等于0 比上default等于1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 会有一个导数的关系 这样 好 然后第三个小问题 是要问它们 有没有什么假设 那cross-tabulation的时候 你算它的arts-ratial的时候 需要就是有大样本假设 就是你每一个人在观测值 必须大于等于5 这样 然后facial exact test的时候 是需要固定它table的那个边界 然后logistic regression的话 是需要独立样本假设 跟线性假设 只是这里的线性假设 跟之前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并不是gender跟default之间 是有线性关系 而是它跟它的log out 是有线性关系的 这样 好 那第二题的话 就是刚刚是考虑gender跟default的关系 那这一题就是考虑adl跟default之间的关系 然后第二小问题呢 就一样问你的假设是什么 然后看这些假设有没有成立 然后第三个小问题呢 是对它的系数做解释 这样 好 然后这是它的output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的adl的系数是显著的 那这显著的意思就是代表说 你β1的那个系数是显著不等于0 那那个意思就是 等价说adl它的ux ratio是不等于1的 那它不等于1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adl如果相差一个单位的老人 他们个别有没有default的比例上 是有显著的差异这样 然后再来是sunction 就是它会有两个假设 第一个就是独立样本假设 那第二个假设跟刚刚的一样 就是线性假设 然后只是这边变成adl这样而已 好 然后还是要问说 这样的假设有没有成立 但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它时间设计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它样本是不是独立这样 那线性假设 我可以由这个output去看 就是算它每一层的 那个logout 那算出来就会像这样 然后因为1跟2的这个地方 就是有东西是0 所以我们就先不算 然后去算说它 是0跟3跟4跟5跟6的时候 的那一些logout 看会不会看出什么端倪这样 那画出来就是像右边这个图 那这样就可以很 就是很清楚的发现说 它每增加一单位的adl 就是它增加的幅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违反线性假设 然后第三个小问题是要对系数做解释 那adl它其实是负的0.4127 那这代表意思就是 平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adl 它out会是原本的exponential负的0.4127倍 所以它是0.66 所以就是你adl越多的时候 你会跌倒的几率就是会越来越低这样 那结局上是负的0.2926 然后这个就是代表说adl为0的时候 它的out平均是exponential负的0.2926这样 好那第三题是要问说 如果我们用logic regression去算它每一层adl的probability 然后会不会跟它用data算出来的probability是相符的这样 然后这是logic regression的output这样 那我们就是上课知道就是p1的算法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所以你就是每一层的去算 然后因为这边它的interception 就是拮据像是小数点以下后0.14就是14位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都带0去方便计算而已 因为就是算出来不会差很多 然后每一层就是用这个公式去算 然后会算出它们个别的几率这样 那就是由data去看的话就是 像adl等于0的话它total是6 然后有跌倒是三个人 所以它这一层就是6分之3 那第二层的话就是把1、2、3合在一起 然后是15分之2 然后456的话就是用一样的方法去算 然后两个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你从data算出来的probability 跟从logic regression算出来的probability是一样的 就是差不多的 然后第四题的话就是要考虑说如果模型原本有adl 那加入gender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还有原本有gender然后再加入adl的话会发生什么事这样 然后第2个问题的话是要问它significant test跟arch ratio这样 然后第1个的话这是复合model 然后第2个的话是adl它的model 然后第3个的话是gender的model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说在复合model的时候它的gender的系数是-1.2944 然后它在简单回归的时候是-1.1959 然后adl的话是-0.4417 然后它在就是这个模型下是-0.4127 就我们觉得它在复合model跟在简单模型的时候 它们的系数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觉得它们就是互不为对方的confinding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说就是这个模型会有什么假设 那这个假设就是多了说gender跟adl它们是没有interaction的关系 然后显著的话就是gender这个东西显著的话是代表说就是相同adl之下 你gender它每差一个单位的arch ratio是显著不等于1的 那adl的系数显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现在固定gender 那它们每相差一个单位的adl它的arch ratio也就是显著不等于1这样 然后这是它的系数解释就是gender的系数是-1.2944 那它这个意思就是固定adl之下 然后gender平均每增加一个单位 它的arch会是原本的exponential-1.2944 也就是因为现在1是女生然后0是男生 所以女生就是跌倒的机率会比男生来的小这样 然后adl的系数是-0.4419 然后这代表就是在固定gender之下adl平均每增加一个单位 它的arch是原本的exponential-0.4417 就是你adl越高你越不会跌倒 然后拮据项是0.5105 然后代表就是adl为0 然后gender为0 就是男生的时候 它的arch平均是exponential-0.5105 这样 然后第五题的话是要去考虑说如果我现在固定gender 然后我去看adl跟default之间的likelihood ratio test 这样 然后likelihood ratio test 它的统计量呢 就是for model跟reduced model之间的-2loglikelihood的相差 这样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aic它是 它的算法是-2loglikelihood加2p这样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就是从这个式子可以算出它 for model跟reduced model的loglikelihood 那上面这是它的model 所以现在的h0就是在固定性别之下adl对default是没有影响的 那也就是bh2等于0这样 所以我的for model的时候有bh0bh1跟bh2 所以我的p是3 那算出来就是154.76 那reduced model的时候是bh2等于0嘛 所以就只有bh0跟bh1 所以它的p是2 那这样的相减 我们知道它相减的那个指会就是 就是是k square分布这样 那它的degreeof freedom就是看你的h0就是有几个变数 那就是只有bh2嘛 所以它的degree就是1 然后所以它结论就是拒绝h0 那这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即便固定性别之下 我的adl对default也是有影响的 这样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